POP抢先报 他从来没有在北非电影里面出现过 他是因为刚好跟这个Casablanca这个电影的名字一样 所以他误以为他的主题曲 No 可是他里面有一首歌 里面有个咖啡店 那个咖啡店叫Ritz Ritz美式咖啡 记不记得 然后英格尼鲍曼就会哼那一首歌 所以大家对于这种美式咖啡那个印象 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那种 非常舒服的那种环境 所以那种咖啡一种就会非常relax的那种感觉 所以今天我们来介绍一本书 不但介绍这本书 这个人他所从事的职业 你知道吗 其实我以前就想说 我要做跟他一样的工作 因为感觉起来好悠闲 好有气质 真的 是做什么 咖啡店老板 你不是做餐履业老板吗 餐履业吗 所以这个咖啡店老板 他自己写了一本书 但这本书也很有意思 这本书里头都会有一个标题 而这个标题都是他写在 每天写在咖啡杯上给他的客人 看的一些的话 然后下面就是这些标题的故事 来我们欢迎解忧咖啡馆 这本书的作者 文秉纯哈喽你好 文秉纯你好 各位听众好 他那个纯啊 纯字很特别 它是个金字编 加上这个很很很纯 不是 那个那个叫纯 享受的享 享受的享 他另外有个三点水 那个也叫纯 对 你知道秉纯的这个咖啡杯上的话 我觉得看了都挺有感的 比如说他说 爱情不是找适合的人 是成为一个合适的人 或者他说 爱情是要为对方努力 不是当对方奴隶 秉纯如果改天用和姐去的话 你不要写这么符 他说那个那个 那个用和用和姐姐 你好漂亮哦 他每天都来喝 来我告诉你 男人怕有背景 女人怕只有背影 背景跟背影差好多啊 不好意思 我连背影都没有 因为我没办法下去捡橘子 女人有时候要有些勇气 才会来一些运气 可是用和我认为 开咖啡厅是大家的愿望 可是开咖啡厅 基本上有创意 创意来自一个几个地方 因为大家都讲究装潢 不然就讲究 可能我的咖啡的来源 用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豆子 那叫什么色香咖啡 色香咖啡 色香咖啡 类似这样子 现在还有一种流行 叫什么什么尿的咖啡 对不对 那就是色香 色香类似 可是 可是 那个丙唇不一样 它会在咖啡上面写字 对 这是一种创意 就是刚刚我所念的那些的语录 都是他在咖啡杯上曾经给客人看 他每一天他就想一句话 然后把它贴在咖啡杯上 对 没错 可是我问你 有没有曾经客人跟你讲 比如说像我刚刚念的之外 还有人说 公欲善其事 自己要争气 或者说什么 成功的人你会看到谦虚 不成功的人你会看到 看脱啊 我问你 有没有曾经客人去你咖啡店 以后说 哇 你这句话正好是今天我所需要的耶 有 有 很多 对 我记得有一天我写了 那个减肥 不是用嘴巴说 是嘴巴不要吃 然后那 就那整天的客人都说 你是不是在说我 然后本来那客人说 来咖啡配一份松饼 松饼不要了 只要咖啡就好 我怎么 我怎么觉得是在说我啊 喂 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啊 没有礼貌 主要是我每天都会在自己的Facebook 贴上这句话跟这句话的故事 所以其实下面其实有时候 有些客人看到以后 有一些共鸣他会特地跑过来这样 你知道用何以前在 现在还是有 在美国的中国餐馆 只要你吃完饭之后 他就会给你一盘Fortune Cookie 然后你一咬一碎一打开 里面就有一些字 告诉你什么幸运的话 对 那你这个就有点类似这样 对不对 可是说已经写在上面 对 因为其实 就不用去靠运气了 对 但是他这里头的话 有一些你会觉得 好有哲理 是啊 但是有一些话你就觉得 哇 真是发疏了我的心情的那种感觉 因为他的话又有哲理 又可以感觉上是现代人写的 可以得到发泄 对 不然你写一些古诗词 那就富贵与我如浮云 干嘛 哈哈哈哈 我为什么 就会写一些像感情啊 时事啊 或者励志的东西 就是可能现在的人 比较想看 因为秉纯是年轻人嘛 所以融入了现代的元素 加上那种Fu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有些跟励志 跟感情都无关啊 他纯粹就是发泄 比如说 嗯哼 我在香港 天气 下面一句 你自己说 干我屁事 哈哈哈哈 什么什么 我在香港 天气 干我屁事 就是中间其实有一段 我去香港几天这样 然后就其实我就把杯子 印好带过去 就没想到那天正好 下台 就台湾下大雨 即使很淹水 所以其实我回不来 所以那句我就 就是打给 就是后来发现很巧这样 但我本来只是想炫耀说 诶我去香港啊 对对对 你们喝不到咖啡 哦 对 结果发现 发现我回不来 所以秉存现在就是 看到客人在看手机 宝可梦 嗯 白天做什么梦啊 对不对 是这样 大家都在宝可梦嘛 对不对 前阵子 因为其实这本书 已经出了 呃 大概一个多月两个月 那现在其实最近一路 就是会有一些 关于宝可梦的东西 哦 比如说 比如说 呃 人生要求不多 呃 吃得饱 睡得饱 抓到饱 哈哈哈哈 吃得饱 睡得饱 抓到饱 这真的很重要 而且饱还分三种 对对对 会阵子 我看那个丙唇的咖啡上面就出现很多神奇宝贝了 哈哈哈哈 还是很多客人来抓 对不对 オー 所以有没有客人是每天去他只为了 看你那个 看你写的东西 呃 大概有一些客人会 每天来 然后都会把雨露撕下来 切在他的本子上 因为你那个雨露是把它列表机列出来 然后用贴的 对 就是有点像 就是贴纸鸡 对 只是他比较大张 呃 可絕大部分都是你自己想的 因為其實在這網路你也在這不久 而且其實你會希望寫出自己的東西 尤其是就是讓大家知道 就是那個感受上會覺得 那是溫咖啡的東西 所以其實大部分後來都希望自己想 但其實還是很多想不出來的地方 或是看到網路歌詞我去改變它這樣 這裡頭有一句話 大部分討厭的生活都是因為在討生活 好心酸啊 講到好多上班族的這個 我就下面想到那句說 幸好的老爺太太賞我一個吧 你幹嘛 你有感覺你開咖啡店是在討生活很辛苦嗎 而且這句話跟寶可夢也有關係 說喜歡一件事可以去琢磨 但是不要走火入魔 對不對 其實在講很多 就是像我們咖啡也是一樣 就是他可以喜歡一件事情 但是就是在網路上一直PO圖 已經PO到就是大家覺得很反感 不管你是在琢磨什麼事情 有人有人談戀愛 然後一天到晚曬恩愛 然後突然就剛剛 然後接著 然後就是男朋友或女朋友的照片這樣子 會覺得還有就是一天到晚PO那些吃吃喝喝的 每天P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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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東西 我我幹嘛 你的Diary幹嘛變成臉書啊 我就覺得這樣子有點 有點有點 有點Over 就變成臉書中毒症了你知道嗎 他就是覺得他用臉書來記錄他的生活 他把臉書就是當日記啊 可是你不是你Follower會就看了 你會覺得看多就覺得煩了 那你不要看啊 那是因為你看了你不能吃啊 不是 因為還是會繼續看 因為我覺得如果如果你的Follower要一直一直Follower 你的話可能要有點創意了 不能老是這種一貫 到最後一開始我覺得很有趣幹嘛 後來就 就會 他PO的菜都很有創意啊 PO的菜每天都不同 多麼令人羨慕敬佛啊 對啊 因為看到不能吃 所以 但你知道喔 當然就是說 不管是吃飯還是喝咖啡還是什麼 有時候好朋友很重要 那好朋友的話當然就是話要投機 對 這個我們不知道到底話投不投機 但是 秉承告訴他說 話不投機就半句多 話很投機 就髒話多 這就是男生對不對 男生就這樣 其實女生也是 其實我裡面的內文其實是 女生其實 但我那個髒話其實不只是髒話 他可能會比較一些女生會講的詞這樣 對啊 這樣我也可以開咖啡廳 你知道用很 我老早就 老早就用古話來諷刺 我說 無日三省無深 為人謀而不賺乎 與朋友交而不爽乎 穴不打乎 你看了無日三省無深吧 對不對 我以後 開咖啡廳這樣 人家已經有了 開沒有創意 開咖啡廳開點別的 人家用現在話 你用文也文 對 消息一下待會兒回來聊 12點44分 歡迎回到九一七在一起 POP Radio 台北流星廣電台 POP搶先報 我是鄭師誠 我是王永和 來到現場是解憂咖啡館這本書的作者 溫炳淳了 這個這本書其實很好念 他文字不會很多 然後他會 會有一些突破口 他有點類似文字化的馬克 對不對 但他這個文字有時候都很 就是很簡單又犀利 是啊是啊 然後你會覺得說 怎麼這個年輕人感覺起來對世事這麼的洞察 他也不是跟你說教 不過他有時候就算說教說的也是現代的教 他說女人其實很簡單 他喜歡你 你就是個帥哥 他不喜歡你 你就是個 什麼歌 台歌 我以為是豬哥 差不多啦 對不對 但是 而且他也觀察到說 什麼是老了 進錢歸第一件事情 是看菜單 不是看歌單 喂不能是餓了嗎 一定要是老了嗎 沒有以前年輕的時候 進KTV 一定都會是 去點歌這樣 因為你一定要先唱歌 現在是到了先吃東西 所以有沒有人因為這樣講 你開咖啡店一開始就有這些 還是說後來才加入這些元素 是啊 你覺得這個有沒有讓你生意變更好 當然應該是有 是 在裝潢的時候想到這件事情 對 那時候在網路上看到一句話 就是 人類都已經上月球了 為什麼iPhone還沒辦法防水 然後我當時覺得很好笑 然後就想說那這句話 是不是在我杯子上 可以讓更多人 因為這件事拍我的品牌 然後讓大家不知名的品牌 很快讓大家知道 那當然其實就是開店的時候 就同步做這件事情 然後當然會發現 其實後來慢慢做個三個月半年 陸續有人關注我這家咖啡店 對所以其實就會覺得 現在大部分認識我 都是因為杯子上這句話 那有沒有人因此 就跟你聊他們的心事 其實蠻多的 就是客辦客人 或者Facebook 他們都會特地訊息過來 那我記得有一個客人 他就是他俏夾 對 然後他就是 男生女生 女生女生 對他之前也會蠻常來咖啡店 然後就跟我聊一些心事 然後有一天他俏夾 他密我說他俏夾了等等 等等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趕快回去啊 他說他不要 然後最後其實我是跟他講一些我俏夾的經驗 對 因為以前我年輕的時候有俏過夾 對 然後去跟他分享一些想法 最後他其實有聽我的話回去了 對然後其實後來他父母有請 他轉達話給我說 就是好啦 我們的話都不聽 然後問老闆的話你就聽 但是還蠻謝謝我 最後 後來他媽媽還有帶他女兒特地過來喝咖啡這樣 對那有時候我覺得像一兩句話或者 可以幫助人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是很開心的這樣 你看開咖啡廳還可以寫東西 然後還可以幫助人 這個一舉三得啊對不對 多好 而且他告訴你說 葉問說沒有怕老婆的人 葉問說沒有怕的陌生人 是 然後也告訴你說兄弟就是要你一杯我一杯 喝到老杯杯 是的 其實你對人生的觀察是很犀利的 對就是我覺得 因為我高中就畢業就出社會了 然後那時候其實是在見識圈 我是念電影電視科 所以其實剛畢業也沒有當兵 就因為心理負責沒有當兵 我就進了見識圈 做了五六年 那所以我覺得那個時期其實對我來說 人生成長很大 不管看到的東西 對然後後來變學習咖啡的時候也做了五年 然後決定開店的時候 我覺得這十年幫助我做咖啡的技術跟人生的經驗 所以現在在寫這些東西的時候 會想到以前 對不管是生活還是工作 甚至是感情甚至看到的東西 嗯哼 你知道開咖啡店其實是很多 尤其我覺得女生 女生特別容易想要開咖啡店 以前我記得很年輕的時候很多女生 都他們畢業以後的職就是開一個 以前叫蜜蜂咖啡 對就是打小蜜蜂的咖啡館 對 鄭伯伯 你這個 以前阿 我說的是以前阿 古早以前 對阿 以前對咖啡店都很夢幻阿 對 可是你自己做了之後呢 發現 夢魘阿 就是真的很辛苦 因為像 就說沒有 就讓我想到那個 夜問一個可以打十個 可是咖啡一次不能做十杯 不然的話會死得難看 對 會很辛苦 就重點是因為租金很高 然後現在咖啡店又多 然後利潤也不高 對 如果你要用很好的原物料 或者怎麼樣 其實很辛苦 然後 而且競爭者重 對 因為現在包括便利商店啊 包括太多人在賣咖啡了 對 現在咖啡店就是跟便利商店一樣多 但便利商店還是有賣咖啡 對阿 而且便利商店也有賣咖啡 如果只是純喝咖啡 沒有特色的話 我講難聽點很難生存 對 所以為什麼今天介紹這本書 除了說這本書裡頭有很多 真的你會覺得說 很有意思的 很有趣的 另外其實我覺得 秉春其實也是在告訴大家說 你現在很多都要求新求變 對 那你怎麼樣在既有的這個元素上頭 再加入一點心意 就會讓你跟別人變得不一樣 是的 可是問題是 你每天要想一句話 你你這麼這麼有才華都不會長酷思潔嗎 常常啊 其實每天都像可能明天我要上班的東西 可能是今天晚上才想出來 現在都是比較偏每天想隔天的 當然有時候有靈感會想六七句 可是就是不是每天都會想六七句 嗯 就是你可能你會一直想不出來這樣 嗯 你知道我有一陣子幫你一個那個報社寫專欄的稿子 是 一個禮拜一篇 我跟你講 我每到要交稿的前一兩天我就開始很焦慮 可是如果我靈感來的時候 我一次寫它個兩三篇把它放了 我就覺得哇 好棒喔 我我接下來兩個禮拜都有在放大家的感覺 真的真的 就是忽然想六七句你就覺得哇 那我這一年一天想六七句 一年我就可以想五年份的這樣 這很正常啦 這個靈感本來有時候就是文思全勇 對 有時候是長酷思潔 又江郎才盡 這種東西 可能就要靠一些刺激吧 所以你會你怎麼樣方式去找自我的刺激 嗯 當然我覺得你要先找方向 對 像溫與路其實最常寫的是押韻的東西 反差很大東西 無厘頭的東西 夢想跟愛情 所以你當你找到方向的時候 你就覺得愛情有什麼可以寫 嗯 或者親情 像我也寫過有一篇是 就是跟媽媽 有天跟媽媽聊天 嗯 然後就阿 你要聽我的話才孝順啊 後來其實 我就會想到 其實可以寫一些家人的東西 我後來那天就寫 孝順不是聽父母的話 是陪父母說說話 嗯 然後就有時候講到一個 跟客人聊到一些東西 欸 這個主題可以寫 我就會想一些比較好的句子 然後 加入這一些想法 然後寫故事這樣 嗯 所以你在這裏頭說 談錢傷感情 談感情傷錢 這句話 這是你自己的經驗嗎 這句話其實是我 我永遠記得 它其實是我開店前三年 我在做電視節目想的話 啊 對然後其實有一天 那個Facebook會回顧 我就看到這一句 哇這句可以用 你知道 但其實它不只在講真正的感情啦 就是你交朋友可能去應酬 就兄弟去喝個酒唱個歌 其實對一些東西也是 談感情會花錢這樣 嗯 真的 所以寧可睡地板也要當老闆 這講的是你的心情嗎 呃 對 這是在一本書看到的 然後 那時候我剛開店 然後我就覺得 喔真的 就是你開完店的時候 你那時候其實想說生意不好 嗯 晚上要去兼拆Uber 或者是朋友咖啡店打工 不管怎樣第一家店一定要撐下來 嗯 就是有點像睡地板的邏輯這樣 嗯 所以現在 現在當了大老闆 只能睡地板 哈哈哈哈哈哈 對 但這裡頭講到男女 我覺得那個男生會覺得 真是心有氣氣焉啊 嗯 面子會讓男生安靜五分鐘 面膜會讓女生安靜五分鐘 對 這我自己想的 但是後來被很多女客人踏罰 他說面膜安靜的不只五分鐘 哈哈哈哈 是會到半個小時 不是 而且我跟你講 等面膜撕下以後 看發現沒效果 哈哈哈哈 那時候就吵了 哈哈哈哈 那時候才是安靜的時候 哈哈哈哈 不是 不是可以再靠近一點嗎 怎麼靠近一點 這個毛性懷這麼大個啊 哈哈哈哈 好所以這本書 你去看一看真的 挺可以解憂的 謝謝 或者你就直接到他的咖啡館 去解解憂 是 謝謝咖啡館這本書的作者 溫秉淳 謝謝你來到節目 謝謝 以上言論 不代表本台立場 POP搶先爆製作人 高培萱 企劃製作 藍婉珍 接下來請繼續收聽 音樂一二三 MING